你敢相信吗? Sun Eye Atlas在太阳附近解体了。 2025年11月9日,世界标准时间5点08分到5点22分, 天文学家弗兰克·尼布林与米歇尔比西纳用两台望眼镜 对星际天体Sun Eye Atlas完成了关键观测, 五次连续曝光每次三分钟。 最终叠加出一张堆叠深度图像。 注意,请看这张图,Sun Eye Atlas的喷流格外醒目, 朝太阳方向即图像左下角延伸约100万公里, 反方向则达300万公里, 像宇宙中炸开的一束奇异烟火。 这张图像让天文学界瞬间沸腾, 一个核心疑问又浮出水面, 这颗星际访客是不是刚在太阳附近解体了? 要弄清答案, 不妨从阿维勒布教授的定量分析切入。 他先做了个保守假设, 把Sun Eye Atlas当作天然彗星, 看它是否符合彗星的物理规律。 从图像可制喷流的延伸距离, 结合天然彗星喷流速度, 通常等于所处位置的气体声速, 此处约为每秒0.4公里推算。 喷流至少已持续1至3个月。 这是分析的基础前提。 接着, 勒布教授通过太阳风拦截喷流的现象, 反推质量密度, 在距Sun Eye Atlas 100万公里处, 喷流密度约为每立方厘米数百万个质子质量。 结合喷流速度, 能算出质量通量每百万公里面积 每月流失50亿吨物质。 再看Sun Eye Atlas的总质量, 从早期动力学数据推算至少为330亿吨。 结合喷流外表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级, 可算出它以损失16%的质量约52.8亿吨。 巧合的是, 这个损失比例恰好匹配此前观测到的 非重力加速度需求。 所谓非重力加速度, 是指天体除太阳引力外, 还受喷流反作用力等产生的额外加速度, 而16%的质量损失 刚好能提供足够的反推力。 到这里, 天然彗星的假设似乎还站得住脚, 但接下来的计算却让这个假设出现了裂痕。 天然彗星的喷流来自挥发性水冰物质升华。 微博望远镜的光谱数据显示, 2025年8月6日观测时, Sun Eye Atlas周围87%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说明喷流主要由二氧化碳冰驱动, 要在一个月内供应50亿吨二氧化碳升华, 需要多少能量呢? 简单计算下, 每颗二氧化碳升华需600焦耳, 50亿吨就是3乘10的18次方焦耳。 这些能量来自太阳辐射, 近日点触太阳每秒每平方米, 功能700焦耳, 反向计算可知, Sun Eye Atlas的吸收面积需超过1600平方公里, 对应的是直径23公里的球体。 然而哈勃望远镜7月21日的数据显示, 它的最大直径仅5.6公里, 表面积约98平方公里, 还差16倍以上。 若换成水冰, 升华能耗, 使二氧化碳的5倍所需直径会达51公里, 差距更大。 勒布教授因此感叹, 休斯顿, 我们遇到了问题。 更让人困惑的是质量损失的剧烈波动。 8月6日, 微博望远镜观测时, Sun Eye Atlas每秒仅损失150公斤。 到近日点, 这个数字飙升到每秒200万公斤, 相差四个数量级, 相当于从每秒流一滴眼泪, 变成每秒流出一个游泳池的水。 要解释这种变化, 需假设质量损失与太阳距离呈密率关系, 指数需为-10.5。 虽能对应近日点变量现象, 但已知天然彗星从未有过如此极端的波动, 进一步动摇了该假说。 既然天然彗星假说存在矛盾, 是否可能因Sun Eye Atlas在近日点解体呢? 此推测也很合理, 相同质量物体碎裂后, 总表面积增大, 表面质量比与碎片半径呈反比。 要满足1600平方公里的吸收面积, 至少需分裂为16块等大碎片, 若碎片大小不均, 则数量更多。 这意味着它可能在近日点爆炸解体而观测到的喷流, 正是物质扩散形成的烟火。 此非空想, 1994年, 舒梅克列为9号彗星, 就曾因突破木星洛西极限, 被潮汐力撕裂为21块碎片。 勒布教授预测, 未来数周内太阳潮汐力将使碎片进一步分离, 可能形成类似珍珠链结构, 这将成为判定解体的关键证据。 不过, 若后续观测, 发现它没有解体, 就得重新思考其起源, 它或许不是天然彗星。 除了表面积矛盾, 它的大小和轨道也异常, 自然起源的概率极低。 先看质量, 根据之前观测数据, SunI Atlas, 至少330亿吨, 是第一颗星际天体奥默默的百万倍。 按天文学模型, 星际空间中直径超过10公里的天体, 每万年才可能进入太阳系一次, 我们10年内就观测到这么大的天体。 概率低于0.0005%。 这是根据天体物理常见的质量分布规律计算的。 再看轨道, 它是逆行的, 且与黄道面对其的误差不足5度, 这种概率仅为0.2%。 两者相承, 自然起源的概率仅为1亿分之一, 比连续两次重彩票投奖还要低。 如果从非自然起源的角度考虑, 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比如技术推进器。 天然彗星的喷流速度最高为每秒0.4公里, 而人类的化学火箭排气速度达到3-5公里每秒是彗星的10倍。 离子推进器更是高达10-50公里每秒。 如果3i Atlas拥有外星推进器, 只需损失少量质量就能产生喷流, 不必依赖解体来增加表面积。 近日点出质量损失激增, 也可能是推进器根据距离调整功率所致而非冰升华的结果。 当然,一切都要等后续观测验证。 2025年12月19日是关键日期, 当天它将抵达近地点与地球距离最近。 届时地面大型望远镜以及哈勃和韦伯太空望远镜均可开展清晰观测。 若发现珍珠链状碎片表明解体符合天然彗星演化规律。 若保持结构完整, 非自然起源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 同时通过光谱分析, 可测定其攀流速度及成分。 若速度超过每秒4公里, 或检测到天然彗星不应存在的物质, 如工业合金, 即可支持推进器假说。 若所有特征均符合彗星特性, 则需要修正现有理论模型。 其实,3I Atlas的争议是人类对星际天体认知的挑战。 从2017年奥默默的雪茄形状 到2019年鲍里索夫的标准彗星模板, 每颗星际天体都在打破固有认知。 3I Atlas更是让我们思考, 星际空间里会不会有超出现有认知的非自然天体。 勒布教授说, 保持好奇心, 这正是科学探索的本质。 数据与理论矛盾时, 既不能忽视严谨性, 也不能被思维束缚。 现在, 天文学家已在为12月的观测做准备。 地面望远镜调整计划, 哈勃、韦伯预留时间, 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还计划11月27日启动专项观测。 优化轨道参数确保精准锁定。 这颗穿越百亿光年的宇宙信使 已在太阳附近留下足迹。 未来一个多月, 人类将用最先进的设备揭开它的秘密。 无论答案是解体的彗星, 还是非自然天体, 三爱Atlas都已在天文学史上留下印记。 它提醒我们, 宇宙中还有无数未知, 而每一次对异常的追问, 都是人类向真相迈出的一步。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想要第一时间了解三爱Atlas的资讯和解读, 请订阅本频道, 我们一起来探索。 最后, 关于三爱Atlas到底是解体的彗星, 还是外星探测器?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